春季 北达 季隆士 十足 周年老 李季的吉 在轮子租谱李姓中庆会带领下 各姓氏的水灯花车依序行经基隆市政府前 为2021新丑基隆中原纪活动带来最高潮 绕进其福前由基隆市长牛昌 清班匾额给轮子租谱 感谢中庆会筹办活动的辛劳 李姓中庆会主委李腾龙也特别感谢市长支持 让这一项百年的基隆传统文化 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 但是如果刚才是万一中 若是有变化比较严重 这个猪破的油益 就要采用 都用车轮油益 不要用人物来采责 结果市长不知道怎么 一半坡三坡就说得要准 没多久就没这次了 为了落实防疫 主办单位采取三步战策 不徒步游行 不行径表演 及不封接管制 并采取线上同步直播方式 让无法到场的民众 也能在线上同步观看 参与这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不过造型精致的个性是花车 还是吸引了不少民众 在街头驻足为观 整个基隆市区宛如不叶成 167年传承的中原记 在不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阶段 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演变 譬如说在日治时期 其实有一段的时间 这个活动也是受到 很大的一个限缩跟影响 那不过基隆人对于中原记 这个普度的这个科疑跟精神 从来不间断 那也一直传承下来 不管有碰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或者是一个状况 这个传统不能断 所以今年虽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为了防疫做了许多的一个调整 不过相关的一个科疑 还有最精致的这些疑点 我们还是把它原汁原味的这个传承下来 虽然精简但是各中青会尤其是今年的主谱 对于活动的重视跟慎重程度 仍然跟过去一样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所有不能够来亲自 来到现场的好朋友 也可以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 看整个的过程跟游行 那我们每个中青会所准备的 我们的相关主谱的车子 花车其实还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看头 所以在这边呼吁 我们在这边司令也特别邀请 我们全部的好朋友 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 可以来参与整个我们中元季的一个活动 中元季是我们基隆最出名的这个计算点 也是代表我们基隆人的过去 那如何在这个21世纪 这两年之间我们遇到了新冠肺炎 怎么样跟未来来共存 怎么样跟病毒来去共存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中元季也好 还是在今年也好 还是在未来也好 全世界跟台湾 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深夜11点 各信市中青会的水灯头 齐聚八楼子望海向海边 准备进行最重要的水灯头释放仪式 在诵经祭祀结束后 由理性中青会带领下 蕴含金制紫湖公益的个性市水灯 依序下水点燃 缓缓推入海中 引起阵阵欢呼 在岸边渲烂烟火映照下 燃烧的水灯越飘越远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今年因为风浪平缓 水灯头释放相当的顺利 水灯头飘得越远 象征该姓氏来年运势更好 也期盼疫情能早日过去 让国人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坤 金融报道